大家都知道李氏是中国百家姓最多的人口的姓氏 在全世界百家姓李氏也排名第二 那么在中国历史里,李氏天下是怎样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陈汉 陈汉也称陈鼠后鼠 建立李雄武皇帝 第二个,西梁 四百年汉人离稿,在国皇称梁宫 西梁建立离稿 第三个,唐朝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记唐朝 建立李延 第四个,后唐 以复兴唐朝为名建国 风里纯旭开国 第五个,南唐 历史 历史 三十九年,由列祖李生所创 第二,李朝 李朝 越南朝代建国者为李公运 第七个,大顺王朝 大顺,又称李顺,是中国历史上于明朝末年游民变领秀闯完李自成突发明墙后建立的政权 第七个,唐朝